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前幾天 葉劉淑儀試圖出面叫停建制人士 不要對於高級公務員發動所謂的文革式批鬥 但是那些左報似乎不想將這個攻勢停頓 在昨天文匯網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這次被批判的對象就輪到財經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劉淑 到底左報對他作出了什麼指控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文匯網那篇文章說 標榜香港製造的救世口罩 較早前被揭發在社交媒體的鐵文上公然寫上了反中亂講的字句 以及使用了疑似數字5和1所拼成的商標 暗指所謂的黑暴口號 文匯就說這個財富局常任秘書長劉淑 在出席財政預算案記者會上 竟然間就戴上了五一的口罩 引起了社會的批評和質疑 文匯報又用上了獨罩這個詞彙來形容 劉淑所戴的口罩 另外文匯又引述了財富局的回應 就說劉女士事前並未留意口罩牌子 也不知道有人認為會有這樣的含意 否則一定不會購買或者使用 整件事就是這樣 除了劉淑戴過這款口罩以外 連港鐵的行政總裁金澤培都曾經有戴過 同樣遭到不少藍絲質疑 就說他口罩上究竟是不是寫著數字5和1 是不是暗示著什麼口號 這個口罩品牌曾經出過一篇鐵文 就說他們的商標是取自英文字母S和W 就沒有包含到5或者1這個數字 他們認為有人是移花節目的解讀文字 就是說口罩生產商曾經否認過 但是仍然有人不斷醞釀和作出類似的指控 接著我們再看一篇文章 就是由馮偉光所撰寫的 這篇文章其實就是積極配合左報 來對於高級公務員那些政務主任所發動的攻勢 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 香港最大的反中政黨是AO黨 AO其實就是那些政務主任 馮偉光在這篇文章針對那些AO作出兩大指控 第一就說那些AO是重英輕忠 第二就說那些AO暗地去中國化 馮偉光口中的重英輕忠 其實就是說 凡親是由非AO出身的人 擔任行政長官 即是董建華和梁振英 總會傳出有高級公務員的不滿 其實就是那些AO黨的不滿 就說禮不惡壞 其實崩的就只是英國殖民地為留下來的制度 壞的就是英國殖民地所留下來的慣例 就反映AO是不肯和中央信任的非AO出身的行政長官合作 什麼叫做暗地去中國化 馮偉光就說 政府內部所有重要的政策文件 第一稿一定是英文 除非是和內地溝通才被迫會用中文 馮偉光就舉了個例子 說運防局曾經發生過一件怪事 立法會有條中文的提問 負責的所有官員都是華人都懂得中文 連常秘都建議用中文回答 但是負責的AO就不聽 堅持用英文來草耳 再找翻譯組來翻譯 馮偉光就說 這些就是AO黨的宗旨去中國化 他對於那些所謂AO黨 即是那些政務官 就作出了非常嚴重的指控 而這些指控就是配合左部 針對這些AO所作出的攻勢 而去寫出來 為什麼這些AO現在會遭受到排山倒海的攻勢 原因都很簡單 第一就是因為主要敵人倒下 次要敵人就要頂上了 當那些民主派的勢力都已經被殲滅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當然上面就要開始著手 看看到底有哪些人會對於政權產生威脅 他現在就是會動 因為這個AO黨事實上來說 在過往這麼多年以來 大陸都是相當猜忌的 因為過去都發生過很多不愉快的事件 比如說第一任的行政長官就是董建華 時任的公務員之首就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但是兩個人之間的合作就不是很協調 最後就罵得相當不愉快 在2000年的時候 陳方安生就直接辭職沒有做 後來其實在老董的施政期間 經常那些報紙都會傳出內幕消息 明顯就是在政府內部有些高級公務員 就是這班所謂的AO黨 就不妥當老董 所以就放了一些資料出來 其實上面都很猜忌 到了梁振英做行政長官的時期 就簡直是兜走了其中一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叫做鄧國威 有傳說鄧國威是不肯執行梁振英部分的指令 可見其實真的有相當部分的AO 他是不恢復英於非AO出生的行政長官 其次的就是因為這班AO凡親年之有 其實都是港英政府所培養出來的 就算在97之後入職 他都是你這個所謂政務官團隊裡面 來培訓出來的人 就完全跟大陸那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現在既然要全面管治的時候 那當然你這班人就已經是會被視為 其中一個對政權的威脅 因為你當中有些是所謂的港英餘孽 就算是在97之後入職的政務主任也好 其實他們的升遷和提拔 都是很依靠那班所謂的港英餘孽來操作的 所以這班人怎麼會是得到信任才可以的 上一次有AO做行政長官的就是曾任權著士 他的下場大家都知道 現任那位也是AO出生的 所以我相信林鄭做完這屆任期之後 看來也是要執包袱的 下一任的行政長官相信就不會再是這些AO人士 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擺到名居馬要動這班人 他還怎麼會被AO出生的人上位 按照這種邏輯 如果推演是正確的話 那就看怕邱騰華都很難登上行政長官的大位 因為他正正就是政務主任出身 如果上面是不相信這些AO黨的時候 那麼他還怎麼可以競爭得到呢 最多都是陪跑的 我相信很快都會由那些港票人士來治港 因為那些才是嫡系的人馬 那些人上面才可以完全駕馭得到 在接下來的日子 相信針對AO的攻勢 只會是陸續有來的 上面的目的也是很明顯 就是想要跌取高級公務員的人士升遷和提拔的大權 一旦收回這個大權的時候 那你那七百多個政務主任就會全部都向上邊靠攏了 因為你要升遷 你要升官發財 你就是要向上邊靠攏 你不聽話你就不能升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現在呢 至少要說哪一個升上去做常秘 諸如此類 就是由特區政府自主決定的 他現在就是要收回這件事 好了 至於葉劉和邵線波茲劉 其實他們提出的質疑已經是來得太遲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陳方安生或者鄧國威離任的時候 他們一樣是沒有幫這些人說過半句公道說話 好了 當現在這個攻勢殺到常任秘書長那裡 因為常任秘書長他就不是政治問責官員 他真真正正是一個高級公務員 好了 當那條線燒到這些高級公務員的時候 你葉劉才施施然走出來說幾句公道說話 其實就已經是太遲了 再加上現在所有的公務員都要宣誓 一宣誓了就已經是肉隨針板上了 你還哪有任何反抗空間 分分鐘你葉劉自己也是自身難保 因為在網上很多藍絲已經在咀著葉劉 就說他為什麼會說出這些說話 因為他就說要叫停所謂的文革式批鬥 問題就是大公和文匯賣了很多天說這些 那你豈不是在批評大公和文匯嗎 你葉劉所說的這個指控就是所謂的文革式批鬥 你也是政治不正確 分分鐘葉劉自己也受不了壓力 可能他也會跪低也不出奇 現在就不知道 還沒看到這個跡象 但是你說那群AO黨 那群所謂的高級公務員 政務主任 他們一定是會跪低和妥協的 因為他們在宣誓的時候已經跪低了 不爭再繼續跪了 當那些左報或者建制人士 針對他們發動攻勢的時候 他們最多能夠做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不斷地澄清 說自己是無辜的 自己都不清楚的這些事情 或者他已經很盡責了這樣 去到一個地步是會不斷地追求絕對的政治正確 而且這群所謂的AO黨 由於他不是真的一個黨 所以根本上就是一點都不團結 只會是國家自掃門前說 所以最終的結果 只會是被人逐個擊破 所以這個所謂的AO黨被鬥倒 應該也是不爭的事實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